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球很容易冒高 是吧 甚至直接出界 这是这个技术的运用 那么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这个动作的示范 中文字幕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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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看扇军球 刚才大家留意到了 我触拍的时候的话 是从腰部往扇触拍 以后再往下走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个就是为了我们 把扇军球做一个铺垫 下军球是在拍子挥动的时候 往下切的手切球 扇军球是在拍子 往边站侧面 甚至往扇军动的时候切球 切完球球再往下转 这样就是一个假动作 我们把这两个动作 扇军球下军动作的话 做成一致 这样的话呢 对手的话就很难去判断 你的发球到底是扇军还是下军 这个时候 从发球到发扇军球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接球的时候的话 是开这款扇军动作 扇军球 也就是说 比下军球的话 我们要提早一个时间阶段 接球 虽然呢 我这两个球的话的动作 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看动作的时候 大家也可能看不出 我觉得是赛军不下 但是这个球的旋转的话 就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旋转过去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 这个动作的一致 来制造两种不同旋转的球 就是接球的点微压 来控制这个球的旋转 一个扇军球 这里接球 下扇军球 这里接球 大家再看一边 那个区别 首先看扇军 再看下扇军 那么刚才我们看完了 这个动作的全景示范以后呢 相信大家有一定的了解了 我们刚才也讲了 上旋发球的这个动作要领 上一集当中已经详细的讲解过了 如果说你还不会发上旋的话呢 先把上一集好好看一下 那么我直接讲这个迷惑性动作的切入点 我们在发这个迷惑性的上旋球的时候 首先我们手臂也是一样的 不要抬太高了 你如果是从上往下去摩擦的话 这个球就是下旋 对吧 我们要摩擦出上旋的话 那么我们摩擦的时候 这个手臂是从下往上前方用力的 然后在触球以后 立刻手腕向内钩 立刻向内钩 然后拍形平过来 是这么样一个动作 大家看一下 摩擦完了以后 拍形平过来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把它发的非常像下旋呢 如果说我们要发的很像下旋 那么我们的拍面就不能立的太多 如果说你是完全这样垂直的去上向上去摩擦的话 这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个上旋球 对吧 所以我们在出球以前拍面 稍微平一点 但是也不能完全平了 完全平了又成下旋了 所以稍微平一点 有一定的角度 差不多这个角度呢 是在45到40度左右的这个位置 那么通过这个角度去摩擦 同样也可以摩擦出这个上旋球 是吧 那么既然我们是45度的这个角度 摩擦完了以后 随着这个发力的过程当中 身体自然的 是吧 向前转动 转动完了以后 拍子往回勾 是这样的一个轨迹 那么我们也说了 这个触球的时候 我们要发上旋球的话 那么我们触球点 稍微要高一点 高一点 触碰球 然后拍子往回 往回走 我们再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遍 我们如果是摩擦上旋球 这个接触球的击球点 稍微高一点 在上面这个位置 是吧 摩擦完了以后 球拍向下平 往下走 我现在来再演示一下 这个迷惑性的上旋发球 是吧 非常像下旋球的动作 看一下 我先发慢一点 注意看我的这个动作 我慢一点 上去 下来 看一下 再看一下 好 稍微连贯一点 你出球完了以后 自然的手腕往回勾就行了 然后往回勾 自然的放平 就非常像一个下旋球的动作 所以我们出球点还是一样的 跟我们发上旋球的出球点是一样的 是吧 也是靠近我们身体 但是继续点比较高 走关节放低一点 从下往上引拍 引拍完了以后 回来 回来 好 那么再发一个同样这个动作 但是发出来是下旋球 我们在发下旋球的时候 是将这个球批过去的 我们之前在1.3集的视频当中 详细的讲解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动作 批出下旋球的时候 我们引拍就不能太低了 引拍稍微高一点 左关节向后拉开 然后从上向下进行发力 把这个球批出下旋球来 所以不管你是发上旋还是下旋 这两个动作要尽量的保持一致 这样才能起到迷惑的作用 我们可以起来看一下 这两个动作的区别 基本上是一样的 是吧 左边是下旋 右边是上旋 唯一的区别 就是我们挥拍的用力方向不同 而且当你发这个迷惑性动作的时候 你往下和往上的这个幅度和反差 不能太大了 是吧 你要给人感觉是差不多的动作 只有一点点这个区别 这个区别是你自己知道 但是别人很难看出来 今天讲到这里呢 希望各位能够把我们之前说的 上下旋的这些发球的动作要领 好好的体会一下 因为你只有把基本的动作要领掌握了 你才可能去加入迷惑性 你首先要知道这个原理 这个上下旋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 虽然师傅本人示范直拍发球的动作 不是那么好看 那么协调 但是呢我们来学技术 主要是知道这个技术怎么发出来的 对吧 你掌握了原理以后 你再去练习 你才可能掌握它 就像我学直拍的勾式发球 我直拍的握拍 我都握得不是那么舒适 但是呢 我通过和宋老师交流 学习以后 我知道了这个上下旋是怎么发出来的 然后呢 我再自己去尝试 我很快利用几分钟的时间 加上我自己有点基本功 是吧 用几分钟的时间 我就可以把这个动作 起码这个效果 基本上能够发出来 所以大家在看我们视频的时候 是真的带着心 是想去学习 学会这项技术 这种心态来看的话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如果是抱着 我来看笑话的 看你这个动作专不专业的 你这种心态的话 那我可以说你什么技术都学不会 再讲一下这个 触球点的区别 之前我也提到过 发上旋的时候 接触球的这个位置 拍面 是吧 比较偏 偏靠 靠向这个拍柄的位置 靠向这个位置 靠近拍柄的位置 那么发下旋球的时候 靠近球拍的下半部分 这个位置 去摩擦 这里是发的下旋 那么靠近上面 发出来就是上旋 出球点的位置不一样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快速学会 直拍 勾式 迷惑性 上旋发球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动作 首先呢 第一步 我们还是体会 这个摩擦 向上前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快速学会 直拍 勾式 迷惑性 上旋发球 千万不要把这个球 发得很高 然后又出台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一定要发 不出台的 出球点 也是一样的 离我们身体 稍微近一点 在这个位置 是吧 比我们肩膀 差不多同高的位置 在我们前面 视线的前面 这个位置去摩擦 好 我们先不加 迷惑性的动作 先看一下 球我先不抛了 球我只丢下来 我先不抛球 先去体会 把球向上 摩擦的感觉 这个时候 我是没有转腰的 我们先把 手上的动作学会 好 那我们 摩擦完了以后 上前方 摩擦完了以后 然后拍面 平一点 手腕向内勾 再看一下 你可以先慢一点 把动作连贯起来 不是那么连贯 不是那么协调 都不要紧 先体会 这个动作的路径 把动作路径 先搞清楚 好 我们找到了 这个路径以后 腰部自然的送 自然的送我们的前臂 前臂用完力以后 手腕向内摩擦 做一个假动作 你出球完了以后 动作越往内 收得多 越平 那么给人的感觉 这个迷惑性 就越强 当我们学会了 发这个迷惑性的动作之后 假动作 学会了之后 那我们要会去运用 发一些组合的 这个球 比如说你不能一直 一直的去发这个迷惑性的动作 你不去变 是吧 那别人知道 你这个动作出来 那肯定就是上选 对吧 那么最后我再讲一下 这个发力的方式 发力的方式 之前也提到过 这个走关节 向后拉走 向后拉走 拉完了以后 转腰的过程当中 走关节向前送 前臂出去 这是这个用力方式 这是发这个上旋球 的用力方式 是吧 发完了以后 往回摩擦 所以这两个动作 一定要发连贯 发连贯 所以最关键的位置 是走关节 走关节的带动 还有腰部的带动 这个方式 之前我们讲过 有点像打拳击 是吧 打拳击的时候 走关节 拉开 出来 拉开 出来 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看 拉开 送出来 拉开 送出来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解到这里 我们可以把前面的 直拍的这几种发球 反复的来观看 学习一下 如果你能把这四种发球 全部掌握的话 我可以保证 你在比赛当中 至少可以掌 三到四分球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么后面的视频呢 我们将会介绍一下 横拍的 勾式发球的动作要理 也是一样的 跟直拍其实差不多的 也可以发出很多种的 这种迷惑性的动作 还可以发出这个 坎批 这种下旋球 勾式坎批下旋球和上旋球 通过手腕的抖动 来发不同的旋转 感谢大家的观看